把油枪放進加油孔 隨著數字不斷上升 車主也跟著膽戰心驚 把油加滿就要花掉超過台幣2400元 從車主們苦笑的表情 就可以明顯感受到衝擊 對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之前 國際油價一度漲到2008年以來的新高 專家認為如果真的針對俄羅斯出產的石油 展開全面制裁 近期油價可能會占上每桶200美元 全球能源訊息分析公司等負責人就表示 可能會爆發最嚴重的一場能源危機 造成全球的經濟衰退 你也必須要殺出貿易 因為那些供應不足夠 把所有的7.5萬元一天 從市場出貨 如果你看到貿易燃燃燃燃 所以你說30,000元 一萬五個月 一時使你年盃 就是予在銀燃風格 這 1995年 在疫情期間 他說每兩萬美元 自己牛猩都完畢 可以儲存至今 這是能量到二萬元 賣算害 可能最多2-3萬瓣 俄羅斯手中握有石油籌碼 也因此目前宣布參與 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的 只有美國跟英國 大幅仰賴俄羅斯能源的歐洲國家 恐怕不會跟進 去年美國平均每天進口 10萬桶俄羅斯的原油 佔俄羅斯出口量的5% 今年美國進口的量更少 2月最後一週更是完全中斷進口 英國則是準備在年底前 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衝擊有限 相較之下 德國方面55%的天然氣 50%的煤 以及35%的石油 都來自於俄羅斯 因此率先表態總理肖茲反對針對能源展開禁運 而全面性制裁還沒宣布 俄羅斯就怕對經濟造成新一波的衝擊 也急於將手上的能源脫手 你能看到俄羅斯在急著要拿這些針對 他們賣了那28元的國際標準 這就正在賣掉 所以是 這是一個 很興奮的情況 詭異的市場走向 恐怕沒有人笑了出來 高有價連帶造成物價飛漲 因為疫情衝擊引發的通膨 已經讓歐美國家的經濟成長放緩 即使針對俄羅斯的制裁 對俄國造成嚴重的殺傷力 但也同樣牽動歐洲的經濟 預估今年的經濟成長數字 可能不如預期 對俄國的經濟母開炸 雖然能重創俄羅斯的經濟 但是商敵一千 自損八百 歐洲國家甚至是全世界 都得付出龐大的代價 說短就短 恐怕陷入能源危機 也難怪歐美對於俄國能源禁運 始終是橋無頂 TVBS新聞 總括發達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